天哪 墙都倒了 民众直击滚滚黄色泥水 直接冲滑好几公尺高的水泥墙 湍急水流涌上街道 车辆不是被冲走 就是惨遭灭顶 画面惊人 隧道内积水同样严重 由驾驶拍下通道变成河流 就连自己的车内也开始下起小雨 中国广东多地19号开始 受到连续强降雨影响 白天瞬间化成黑夜 监视器画面拍到一名妇女 抵挡不住狂风暴雨 多次被吹倒在地 河流水位暴涨 山洪爆发 导致街区出现严重内涝 水淹高度甚至一度直逼交通路牌 大楼插座经不起猛烈雨势 直接变成喷泉涌入大量雨水 有人为了挡水 干脆直接化身 肉身沙包 我们小区地库里面全部都淹了 然后就有很多这些人 不知道是保险公司的还是物业的 他们就在地库门口用自己的身体 能够堵水 有些人拼老命防洪 但也有民众干脆放弃 选择与大水共存 你的电动车还可以动啊 防水啦 我以为你走了 民众苦衷作乐露出一颗头 推着泡水电动车 还用大妈展现惊人神迹 双脚站在电动车坐垫上 直接上演轻功水上飘 恶劣天气下 广州白云机场 全天至少有超过300个航机 延误一小时以上 不仅航班延误取消 广东多条高铁铁路 也出现停驶或是限速运行 中国气象局表示 未来一个星期内 还有可能出现局部大暴雨 呼吁民众保持警戒 不能掉以轻心 三连新闻 新疆报导